一个小小的发财车,家住台南的林波和妻子靳宝仪,就这么住在这发财车上,带着爱心,六月份开始环岛,拜访每个县市的公益慈善机构,赠送首座的黑糖馒头,每天拜访一站,发财车上写满秘密麻麻拜访过的地方。 靳宝仪说,他们都会送人一份黑糖馒头,如果觉得好吃想买,所得收入都捐给创世基金会,来做爱心。 6月27号,22号就出来了,每天一站,然后刚好,这一次刚好宜蘭麻祖节,然后很感恩麻祖,因为我每年来宜蘭的时候,做社舞机构,宜蘭的社舞机构或学校,我都白天出去坐,晚上会把车子拍来,泽兰公麻土庙这边,借这个地方住。 让我车子停,因为我都睡在车上,所以有一个安全的地方,车子停着,我们睡觉,所以今年要特别感谢麻祖,所以我们就,我们替麻祖做馒头,然后呢,麻祖卖馒头,然后呢,钱就捐给创世植物人,所以麻祖慈悲,再把爱去帮忙那些的, 责难天使,所以呢,我们就是爱连结,所以今天就是来,可以免费吃,一颗,麻祖要请客的,一颗黑塔馒头,那你觉得好吃要买,就一包五颗,然后全部的钱捐给创世,全额捐。 这对夫妻原本在台南重得市场卖粽子,每到端午过后,就会把赚来的钱,来个环岛巡回,用黑糖馒头和大家结善缘,宜兰县掌灵资庙,也特别在无沙泽兰公举办酬恩祈安法会的日子,颁给这对夫妻感谢状,以表彰他们的善行,并参加法会的三县大礼,来为宜兰县祈福。 在家 digamos,不想这样,不想再 exciting。 ma yea,刚才 debut或者亡灵的田雄、我一直都没有去睡觉。 这始至是的一夜时间,我们绝对哪些时候,我们趁着嘿打了拍摄一把,可是对威尼城, Randybu heat,你看由那边的兹凌豫的生存, 廟方表示,這場法會一共五天, 農曆九月二十七日將舉辦甘露化石與普渡孤魂及千人點燈, 希望借廟方的慶城活動, 祈求宜蘭縣有個平安的一年。 記者凡德會宜蘭采訪報導。